你在那里开这几年民宿有什么收获呢 收获就可能花钱买了一个教训和经验 如果现在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做这个民宿的话 我应该能省个60万 但能够出同样的效果 以前是把事想太复杂了 对就不懂 其实就是不懂 不懂的时候做东西就是 就纯品自己喜好来做 或者感觉来做 其实那个很多时候自我感觉 或自己喜好其实是不靠谱 我觉得我们玩很多东西都给你张罚 然后现在大理可能也受当下那种疫情狂见 就是涌进来一波就是挺年轻的人 我觉得他们王挺造的 因为这种老人家的空间也被挤压 就生意越来越难做 倒闭的店铺也越来越多 整个大理其实还是 还是挺OK 至少在国内像自由度包容度 绝能排到第一 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在西囊边陲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容纳任何各种各样的人 前两天我们有一个酒吧结业 就是我们自己很喜欢去叫猫网 那天晚上有一人落奔 200多人的现场合友 那个人落奔跑了五圈 就只有到那种地步 大家才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夸张了 其实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 对 这边就是你财富自由的也可以 然后你每天没钱 你每天可能只有15块钱 就吃那五块钱一顿的素摘的 两个人也可以在咖啡馆坐下来 喝一杯咖啡碰杯酒 就是这个地方所富有的特性 那最近为什么这么多酒吧结业了 包括整个大环境 因为疫情生意其实挺难做的 整个大流特别卷 行业太卷了大流 所以我呢 酒吧咖啡 像苍蝇都挺卷的 所以你稍微差一点 自然就结业了 叫做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结账2500就这样 就看似好像人来人往 挣挺多钱的 所以我没拿到手 这挺少的 现在最赚钱还是什么店 比如说今天上我跟你说那家 像月球飞去做减仓的 他确实激烈挺多年 也是吃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种无国街料理 减仓嘛 他们挺好 他们在疫情期间也是排队 中午往上的时候 我觉得其大部分都不赚钱 尤其像我们这种做民宿的 就死特别惨 如果你在我内心 我可能之前做的 可能今天花了180 160 180 那我自己内心我至少转浪 我至少一百 一百吧 八十一百吧 那现在可能在大理的话 30可能会有人要 50都不一定有人要 那我其实我是 也是也是我自己心血 其实我是不舍得转 对 而且现在也算是在恢复 能抗一抗 做民宿的人最开心的两个时间 一个是民宿刚做起来的时候 和转浪出去的时候 就这两个时段 其实都是能受的 其实都是能受的